我很多年前都在想 怎样去 帮助小朋友 把这个学习的方法了 就证过来 也就是 中国传统的教学法 一门深处 尝试寻修 学习的时候 一门 没有第二个课本 教学的时候 执教学小朋友读书 背诵 没有讲解 所以有许多人 不明理的人反对 这种天涯式的教育 错误了 西方的好 要适合小朋友的程度 小朋友无知 叫他念小狗叫 小猫跳 这个小朋友欢喜 念古圣鲜鲜东西 他不懂 殊不知 中国古时候教学方法 目的不是叫他寄把这东西死寄下来 不是的 寄是附带的 教他念这些东西什么呢 收心 就是大师之菩萨所说的 都是六根 不是别的 小朋友也会胡思乱想啊 如何叫他不胡思乱想 叫他念书 叫他背书 所以他把那些书背书了 记住了 那是副作用 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保持他的亲近心 换一句话说 保持他的天真 那是修定 古人用心良苦 但是古人都知道 只是现在人不知道 现在人说古人这个方法用错了